绿灯亮 计程车载着乘客才刚开过路口 右边这一台U-bike突然切出来 骑到路中央 骑士似乎不满被按喇叭 刻意骑在路中间挡车 还回头猛蹬 这一蹬完了 害自己重心不稳 摔个四脚朝天 骑士恼羞成怒竟然走过来 梦敲车窗 司机看情况不对 赶紧开走 但噩梦还没结束 U-bike骑士竟然在后头狂追 连追了三个路口约300公尺 每次遇到红灯被他追上 就会骑U-bike猛撞计程车 一撞再撞 脸上似乎还带着笑意 看到这一幕司机简直傻眼 开了18年 计程车第一次被U-bike连续攻击 延续司机一个人要养一家四口 努力开车赚钱 没想到却遇到疯狂歧视 目前损伤就是引擎盖跟右前门 还有前夜 大概目前估出来是八千块 拿出报案三连单 案发至今将近一个星期 警方却还抓不到人 远景18号晚间通知当事人到案 原本开口要解释 却突然改口说什么都不知道 之后就跑给记者追 原来骑U-bike撞小黄的男子 来头可不小 是台师大政治所 副教授兼所长范世平 消息一出临时向学校请假 教室白板上论文写作课暂停一次 没有没有提前说 就早上我才通知 那他们是怎么说 就说饭有时间有事 然后请客 平常他对他有时候会骑车 但是不见得是U-bike 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车 但我知道他不开车 同学和助教口中的范教授 平时和蔼可亲 怎么会突然暴怒 感到好意外 驾驶拿出画面 指正利利 为人失表 恶意损车 在学生面前恐怕 颜面无光 记者阿公言外流量 很张若瑜 台北市采访报道